RUN出來之後的話,就可以直接把它執行,可以拖離Eclipse去執行 另外順便講一下 這個地方它的副檔名 是一個JAR的檔,實際上它是一個壓縮檔 壓縮檔之後,其實裡面會有.class的一個檔案 .class的檔案實際上 它是可以被 再轉回Java檔 這地方我想等一下再看好了 請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請把剛剛的這個部分 轉成JavaChampaign的版本 然後試試看輸出成JAR檔,看看能不能正確的work 畫面先換給各位 會出,按右鍵 這個JAR可執行檔,按下一步 那這邊 剛剛應該漏掉的這個地方 這個啟動配置地方 你啟動配置地方 要選的是同一個 就是 我們的這個 這個class 選自己的class 我再重新完成 按4 確定 那把它run起來應該是OK的 沒有問題 July是 7月 剛好 這個月是7月 OK 好 另外 順便講一下 其實這個JAR檔 如果你把目錄裏面的 目錄裏面的這個 目錄 這個目錄裏面的那個 資料夾 資料夾這個選項 裏面有一個 檢視裏面有一個 預設是 不要看到副檔名 有沒有 這邊 把副檔名打勾 取消掉 如果看到那個副檔名的話 副檔名原來是 點JAR的檔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改什麼 改成 ZIP 按個Enter 然後 其實把它打開來 基本上 它裡面就會有class 其中一個class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的那個class 那 順便講一下 因為當然 這是 你要學習的話 會想說 其實網路上 你就找一下 搜尋一下 JAR的遊戲 就會一堆 你可以在Windows下 可以玩很多遊戲 而且可以找到很多的 人家已經寫好的 這些sauce 程式 實際上 如果你是點class 我們程式在撰寫的時候 它副檔名 點JARVA 對不對 點JARVA compile之後 就是點class 那也就是說 假如 如果你今天需要 有沒有 需要是要什麼 如果你可以 網路上抓很多JAR檔 然後你需要怎麼樣 需要把它裡面 看一下人家怎麼寫的話 有沒有辦法 那當然基本上是有的 而且其實非常的簡單 這個JARVA的 保護其實非常的弱 那要怎麼樣可以把它裡面的sauce 可以把它 很快的看出來 這地方的話 我想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匯出的部分 記得剛剛應該是少的一個動作 就是這個上面配置 啟動配置的部分 也還要找到你自己的類別 才會正確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我們也先 在下課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 按下課休息一下